大家好,我是阿青 前一段时间在田里摸田螺的时候 捡到两块非常奇特的石头 我觉得好奇,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结果就被我一个土豪同学给看中了 愿意花500块钱把它买走 我非常的高兴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两块石头呢,就在这里了 现在看上去干巴巴的 好像没什么特点 等一下撕一下水 它的奇特之处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撕一下水啊,这两块石头就变得好看多了 首先看到这一块 是吧,其实我也搞不懂 我就觉得它纹路比较多 会有一些就是说这种抽象的概念啊 我是这样觉得的 而且它背面 它背面这里更好看 大家看一下 它的纹路啊 好多被这个杂石 这样交叉穿行 这让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看的 而且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这里好像有一朵花 这里有根杆子这样伸上来 这有些花朵一样的这些东西 比较素 比较符合我们就是说这个 山水画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国锋画 对不对 这个纹路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我就觉得它很奇特 然后一发朋友圈的话 我那个同学马上就看中了 就说要出500块钱 把这两块石头买走 看 这些纹路 还是挺好看的 做一个这个木托的话 然后刷一点这个油料上去 它的就是长时间保湿的状态下 就是这种样子了 我是感觉还蛮奇特的 那看到这一块呢 这样看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啊 但是翻一面的话 它的奇特之处就出来了 首先它这个地方啊 有点像这个五花肉啊 像不像 一层一层的这样断开来 另外其实我不太看好这一块啊 但是我朋友说 他喜欢这一块石头超过这一块 他说他想把这块石头 用在他的甲山上面啊 他准备做一个甲山 然后他说甲山上流水 从这里冲下来 就非常非常漂亮 我现在给你们演示一下 现在呢 我是往这块石头上浇着水啊 浇着水 我朋友说他就要这种意境 他说把这块石头 用在他甲山的一个 一个中心点 让有个水流从他这边流下来 流下来的话 这个石头本身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水从这里流下来 就像一层一层的这个瀑布一样 这样溪流不断啊 他说他就喜欢这种意境 反正放在我手里呢 我也不觉得他 就是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反而他想要的话 那我就卖给他 这两块石头 轻轻松松我都会赚到500块钱 就是因为去摩田螺 看到他比较奇怪 我就把他捡回来了 没想到的话还能卖500块钱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 你们觉得这两块石头 值不值500块钱 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朋友 是有点人傻钱多 希望这个视频不要被他看到 反正我是很开心啊 我也问过他 你真的要买吗 他说他真的要买回去 就这样愉快的成交了 他钱都转过来了 好了本期视频也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